也因為要過年了 空軍在國軍的部分 今天開始一連三天 進行了春節加強戰備操演 已經全面升級為F-16V戰機的空軍加一基地 除了展示一頂要價一千兩百萬的新型飛行頭盔 讓飛官看到哪就可以打到哪 還有十二架F-16V戰機 第一次在華星道上上演大象走路 秀軍事肌肉 非常壯觀 六分鐘內緊急升空 攔截敵機 喉嚨嚨的引擎聲鎮耳欲龍 國軍五號起一連三天 進行春節加強戰備操演 空軍模擬敵機來襲 F-16V戰機緊急起飛 畢竟中國四號又派出五架次軍機 闖進台灣西南方防空識別區 最近一次攔截攻擊的話 在一兩個月前就有攔截過 當時攔截機型是殲-16 每天的飛行經驗 或是有什麼缺失需要提出來 大家一起精進的 這都會在每天的飛行落地後的任務 總檢討裡面 大家都提出來 位於捍衛台灣西南方空域第一線 空軍嘉義基地的F-16戰機 已經全部升級為F-16V 更引進新型的聯合頭盔瞄準系統 一頂要價大約新台幣一千兩百萬元 能讓飛官看到哪裡就打到哪裡 他可以把賀的裡面的資訊 投射在這個鏡片上面 戰機有的資訊 我的頭盔裡面通通會有 達到人機一體的目的 還有十二架F-16V一架接著一架 大象走路在地面緩慢滑行 所謂大象走路是美國空軍術語 後機的機筆緊貼著前機的機尾 類似大象成群結隊 向水源移動的場景 展示空軍軍事實力和壯盛軍榮 升級後F-16V首次大象走路 秀肌肉氣勢磅礡 空軍透過操演展現隨時震鴿帶彈 不讓敵軍越雷池一步的能力 決心捍衛空防毫不懈待 華視新聞機構陳志學 嘉義報導 總統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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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